兄弟们一爪眼已经来到云南 今天是11天了 到目前为止都没上鱼 所以说咱们也准备回去了 我们这次来了 时间赶得很不巧 刚一到这个鱼就停靠了 这十多天里 谁都没有上鱼 包括他们在那里坐了两三个月窝子的 都没有上鱼 所以说这次真的很难搞 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云南这边钓鱼了 这两天都一直在抽年用 这两天我都没有更新视频 就是钓不了鱼 谁钓到鱼 前天晚上和那个老板在这里抽 那个老板牢到一条年用 三十几斤 这么大一条 所以说这两天一直在抽年用 看着太过瘾了 我也想钓一条 好吧 今天晚上咱们还是一样的 主要是抽年用 看能不能把这里面的大花花给搞起来 好吧 咱们现在就开始抽频率了 现主8.0拉 4.0的大花花 好的就是它这里面的大花花 听他们说这里面的年用很大的 去年有好多人在这里钓到 是不是大的那种 大花花 咱们看咱们今天最后一天 有没有运气闯到那种 好吧 骨头要翻身咱们就抽 听不动 咱们这个讲话我都听不动 都讲话你这是哪样 我操 我说这个Q那么好 兄弟们上了一个翘嘴啊 先把牛子看待会搞生活 好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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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兄弟们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抽了啊 所有人都已经走完了 咱们再开一包饵料 抽了咱们也收干了好吧 现在都12点钟将近一点钟的 哎呀这个没口啊 只能靠毛啊 运气好就毛到 运气不好就毛不到 咱们先把这一包凑了再说 妈妈最近这两天天天干到凌晨 妈妈腰杆好痛哦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 这渔情不好 还不稳定 所以说 钓不了啊 我估计这雨都是来嘲讽我的 兄弟们现在已经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多钟了 昨天晚上钓到凌晨三点多 一口都没有 也不是说没口啊 就是一直在那里蹭线 那个鱼不好吃屎 这次咱们来云南 日子没挑好 从我们来之前 从我们来之前一个星期 这里就没起什么鱼了 只有大抛肝的起那两条青鱼 咱们钓手肝的都没有起鱼啊 包括亮哥那个位置 都没有起鱼 走了五天起鱼 只看见两口 二十多打不到 然后呢 年佣呢 他也是不正而八经的开口 都是在那个窝子里面蹭蹭蹭 只能靠毛 所以说呢 咱们就收着东西就走了 咱们去下一个钓点 还不知道下一站去哪里 有钓友给我们推荐一下的话 那就感谢了 好吧 现在呢 咱们去给亮哥他们道个别 好吧 亮哥我们就走了 挺不好意思的 哪里哪里 下次再见 最近运行不好 没办法 谁都不起鱼 我也没起鱼 大家都没起 大妈老师没起 你也什么办法 有机会去我们那边去钓啊 下次再去 好好好 后来他就带着 我又带他一起去 一定了 我们江湖再见 好 你 你 我来啊 可以啊 家政全都在这玩啊 好 找到你 找到你 好 好 别忘了我 那肯定啊 怎么能忘了你呢 我们那边联佑好处了 来我们这边找我们玩 好 好 好 等你一样去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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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